怕不怕 他捏了捏傅明华的手 一回来就问他 傅明华将他抱得更紧 摇里摇头 不怕 他听了这话 沉默了半声 细细品味着他这句 不怕 将他搂得更紧 若不是 他曾经历过许多大小的事情 他又怎么会在独自面对太后去世时 如此冷静地说 不怕呢 是真的不怕 太后临去之前 与我说了昔日正家的事 三郎 我心中难受 他憋了许多天 却无人可说 太后的丧礼十分隆重 只是其中有几分真情 几分场面 众人都清楚 越是繁华 他便觉得越是凄凉 人都去了 这样隆重 又是为谁而办呢 烟锥低下头 看着刚被自己抱出床榻的妻子 散了一头幽黑的长发 咬着唇 眼圈发红 与他软软地说着 他心中难受 烟锥这一刹 心中便如百炼钢化绕纸肉 他扯了床榻之上的薄钦 掩在他身上 听他提及当年郑太后的往事 说来 演员这个事 也是很奇怪 这些话 太后连儿孙后辈都很少提及 却偏偏与他说了 他说着昔日正家的事 也觉得有些惆怅 末了 又想起一个事 伸手便挣扎着 出了烟锥的怀抱 弯腰去抚摸枕下 那头发 顺着他曲线优美的脊背 在他腰侧往下滑 扑了一踏 半嗓 去出一个筋囊来 烟锥看得眼热 咳了两声 憋开头去 傅明华坐直了身 又将垂落到胸口的 头发撩开 烟锥转过头来 就看到他手中的玉蝉了 这是 此时 什么风花雪月的 以你心思 都散了个干净 烟锥的目光渐渐锐利 傅明华将昔日 温馨送玉蝉前后的情景 说了一道 烟锥眉头便紧促 久久没有松展开来 当时先皇后 在皇上登基位族几年 便失事了 估计太后是担忧你吧 他握了这只玉蝉 以拇指指腹轻轻搓了搓 想法与傅明华不谋而合 这东西是当初太后陪嫁之物 原本是一双 太后一只 先帝一只 太后的一只 送到了皇上手中 先帝的一只 没想到则是送进了太后手里 这玉蝉 乃是昔日政府家传之宝 其玉据说大有来历 能追溯到魏晋时期 说是此玉 乃是昔日魏晋王朝时的旧物 当年 晋武帝司马炎 篡权已得天下 而得传国玉系 直至前赵王刘聪 鲁司马聪 而强得传国玉系 朝代更迭间 春秋时期 以和氏璧雕刻而成的传国玉系 有数次失踪 这雕玉蝉之时 便是当初在晋朝 丢失传国玉系的情况下 欲被雕刻为喜的玉石 不知后来 为何落入郑家之手 而被雕成了两只玉蝉 传承后世 因玉智精美的缘故 郑家的人舍不得在蝉上钻孔 一双蝉 世事相传 直到郑太后时期 郑家人心疼女儿 又看准 太祖乃是大有所为之人 才将这对玉蝉 当作了太后的陪嫁之物 这一赠一送 代表的是郑家对太后的疼惜 太后对加安帝的喜欢 以及太祖当年对太后的爱意 可惜到后来 太后却将到手的玉 转手送到了傅明华的手中 傅明华听着烟锥的话 不由得不憨而立 她将东西收了起来 正要说话 崔贵妃却进了内里来 刚一张嘴想换人 便看到 踏上夫妻 两两相拥的这一幕 不由羞的脸庞通红 瞪了儿子一眼 赶紧退出了外 傅明华也有些通红 推了燕椎一把 都怪你 燕椎只得伸手摸了摸下巴 对她这含羞代称的话 极为受用 只是 崔贵妃既然来此 想必是有话要与她说 她依依不舍地将妻子放开 与她耳语一番 又为她顺了脸颊一侧 垂落下来的顺滑青丝 到她耳后 才起身出去了 傅明华想起 之前崔贵妃的眼神 一时间竟然没有勇气出去 好半少 碧云进来 才让她脸上的热烫 渐渐退去了几分 她一面任由碧云 以及贵妃宫里的大工人 轻染服侍 一面便想起 烟锥突然回来的事 她定是得到了 太后去世的消息 才匆匆赶回奔丧的 如今局势这样艰难 怕她待不了几日 便要离开 太后逝世的消息 烟锥既然能得到 也不一定能瞒得过 忠信君王府 若是灵县 当真有意谋反 怕是会借此良机 声势一番 她叹了一口气 摸了摸肚子 出来时 崔贵妃以及烟锥都不在 工人回话说是 母子二人正在外间说话 崔贵妃在宫里 近来发生的事情又多 急于想从儿子口中 得到一些消息 以安心 傅明华也不去打扰二人 反倒从殿左侧出去 赏纳已经长满了 荷叶的水池 此时的紫辰殿里 家安帝坐在寝宫的矮炕之上 温馨为她带来了一封信 一个并不大的乡霞 这是她的母亲 为她留下的仅有的东西了 其余物件 太后吩咐 除了皇上 以及秦王爷 长公主之外 余下的东西 便都分派给九皇子 以及秦王妃了 家安帝点了点头 温馨在地上跪了半晌 家安帝才淡淡道 你事后母亲多时 将来也不必与她分开了 温馨用了一声 又扣了一个头 家安帝才挥了挥手 她缓缓退下了 她望着紫檀树腰小桌上 放着的两桩东西 久久没有动 店中 黄童所住的酸泥嘴里 缓缓吐出清幽的香火 大家 老奴来为您拆开吧 家安帝伸手指住 吩咐她 打喷水来 黄一兴愣了一下 便应了一声 出来便忙不迭地 吩咐弟子乘继 去打了热水 自己则是亲自端着 送进了宫里 家安帝静了手 才接过帕子将手擦干 她的动作不急不缓 却十分仔细 仿佛不愿意满手的尘埃 去触碰母亲的旧物 箱子并未上锁 她缓缓打开了 里面放着一套 十分陈旧的小儿衣物 上面压了个锦囊 已经掉了颜色 绣着 愿吴儿长命百岁 无病无灾的字样 她的双颊渐渐咬紧了 看得出来 这些东西已经上了年头 上面绣的线 颜色都在慢慢褪色 家安帝猴姐滚动 扮上之后 才伸手过去 将那锦囊取了出来 那东西 黄一星瞧着并不重 可是皇帝拿着 却重于千金似的 她打开来 里面装着一束 剪开后的胎发 后面 有迎头小字写道 幼儿 生于宣承四年 汉月十八 字迹写得十分凌乱 显然是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 写成的 家安帝的手掌 一把就将锦囊握紧了 里面的小衣 她抖了出来 衣上料子并不见好 她出生之时 正直混乱不堪的时候 各地诸侯起义 她的父亲亦是其中一只 那时 朝廷派人围剿 太后是拼了命 才把家安帝生下来的 衣裳 还是以大改小 早就洗净过 可是边角发毛 看得出来 时常被人拿出来抚摸 家安帝的额头 轻筋地站出来 黄一星有些担忧 却又不敢打扰她 只得远远地站着 她又伸手去摸那信 那信并未以落封口 显然 太后写信时 并不担忧 有温馨偷看她 皇帝单手 紧握紧囊 手掌力道用得有些大 好几次 都未能将信打开 大家 黄一星有些担忧地上前 家安帝却对她的话 充耳未闻 只是不停地 抖动手中的信封 越将其中的信件 甩落出来 她动作很急 力道又大 那轻飘飘的信 被她甩得哗哗作响 黄一星不由自主 上前一步 下一刻 江安帝握着紧囊的手 重重捏成拳 咚的一声 锤到了树腰圆桌之上 力道大的黄一星 都吓了一跳 随即就喊 大家 家安帝咬紧了牙 对她的话并不理睬 反倒抿紧了嘴唇 闭了闭眼睛 平静半晌之后 才双手合力 将信拆开了 诱儿 看到那至今 已经无人再敢换的字 家安帝突然感觉 有些高处不胜寒 到了如今她这样的位置 世上有资格再换她名字的人 已经不在了 连太后最终的遗语 也不过是透过薄薄的信质 传递到她的面前 你父亲 你父亲将你教得很好 以苍生为重 以天下为重 设计为重 而自己辞职 太后 好似有许多话 想与儿子说 可是到临头 却发现什么话 都说不出来 也不必再说了 当初 你出生之时 我送你的玉蝉 因你的性情 必不肯再受人牵制 已随我入目了吧 家安帝已看到此处 手指将心捏得更紧 闭了闭眼睛 几乎不愿再看下去 母子同心 太后了解她 她也同样了解她的母亲 只是这位帝王 并没有任由自己迟疑太久 她很快地 沉淀了自己内心的感受之后 重新睁开了眼泪 你已坐拥江山 我也没什么好留给你的 独留当初 你才来这世界时 过得那身强褒 那属胎发 已盼我儿将来 长命百岁 无病无灾 世事如意 太后赠她玉蝉 她最后却还制太后 使那玉蝉随着太后 入目 现如今 太后亦将她当初 出生之时 所穿戴的衣物 所剪下的胎发 也一并还她 这是要成全了她 还是如她当初 所做的事情一般 各归各位呢 她如今不再拥有什么 她亲手扯去那牵挂 所以她的母亲 亦是将这些东西 留给了她自己 寡人 寡人 家安帝握紧了手中的信 手撑在矮桌之上 支肘俯额 手臂带起的阴影 将她的脸尽数挡住 看不大清 大家 黄一新轻声地唤她 她闭着眼睛 嘴角还带着笑意 见她没反应 黄一新又唤了一声 大家 家安帝有些茫然地 抬起头来 四处看了看 目光似是湿了魂 黄一新心中一个咯噔 正要在说话 却见黄帝又将头 低垂了下去 又看了一眼 手中的信件 突然笑起来 朕富有四海 她温声说道 目知是说给谁听的 朕富有四海 朕有天下黎明 有朕的三郎 大家 老奴 去请秦王前来 不必了 皇帝的失态 只是那一瞬间而已 她再次看了信件一眼 哆嗦着一双手 将信叠了起来 又放进了信封中 由于半晌 黄一新几乎都要以为自己眼花 才会从一向果决刚毅的皇帝脸上 看到这种不觉的神情事 她却深呼了一口气 将信件折了起来 放进了自己绣筒里 她又恢复成为了那位冷静 而英明的君主 自制力强大到 连着剩余的悲伤 也不愿意再留给自己 又看了一眼手中的锦囊 那上面绣的小字 此时让她感觉 手中轻飘飘的锦囊 重于千金 那一针一线 是当年还十分年少的太后 亲手绣上去的 饱含了一个母亲 对儿子出生的欢喜 愿吾儿长命百岁 无病无灾 皇帝时常被朝臣高呼万岁 可却比不上太后那句 愿吾儿长命百岁 她又拿起一旁 一件陈旧的衣裳 衣裳料子已经被摸得 有些发亮 家底微微一笑 将锦囊右腹握紧 最终仍是长叹了一口气 吩咐黄一星道 去查一查 太后另一只玉蝉 送给了谁 是 皇帝敲了敲桌子 仿佛之前的失态 只是黄一星的幻觉似的 宫里各处 自然是有她的眼线 有些事情 只看她想不想知道而已 黄一星应了一声 也有些好奇 贾安帝收到的太后的信件中 究竟写了些什么 不过 这念头才刚一升起 便被她自己掐了去 在这宫中 能跟在贾安帝身边多年的 却妥妥当当的 好奇心 便不能太重了 那才是要命的东西 消息很快送了过来 那一瞬间 黄一星看到 家帝脸上灰败的神色 她嘴唇动了两下 黄一星几乎不敢 再看皇帝的脸 她却只是平静地 碰了碰袖口 那里装着太后 留给她的信件 黄一星费尽周折 只当此事事关重大 那至最后 只得了贾安帝 知道了这三个字的回应 斗胆抬头看皇上 他却认真的 在仰头 透过踏击旁的窗 看着窗外的夕阳 不知为何 倒显得那身影 越发地孤傲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